没有卖 咱们没有卖 都不卖 留着干啥 留着等着猜签呢还是啥 那不卖这房子还能值钱吗 就放到这 钱就卖 也没有卖 我几钱 这台人好过 不差钱 有卖的贵 有卖的 你就发你这三万 你就发要一万 没有媳妇我 没有就发要一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王 今天又带大家来看小院子了 现在全国农村的一个现状 就是留下的都是老年人 年轻人都在城里打拼 刚才在村口和老人们聊天 老人们说这个村子 现在能住三分之一的人 很多房子都是空置的了 像这套房子 位置那么好 也是空置的房子 一直以来网络上都流传着一句话 叫做容不进去的城市 回不去的农村 在很多大城市 依然有一些人混迹了半辈子 也没有买到一套房 也有很多人 目前为止还在为了一套房 辛辛苦苦的打拼 哎呦 你这房子等于很久没有住人了 嗯 今年没住 今年还有住的 怎么搞的这么乱呢 这里头 我愿意都没有办 你看你看人家找人 你看里面 这里面就是一个 这个小屋是啥屋 这是一个厢房 厨房在哪儿 厨房在那儿 这个是厨房 厨房 还有一个大锅台是吧 对 那么你们不用吧 大锅 大锅不用 对 大锅也有锅盖子 大锅盖子就回来了 嗯 那这个屋是个什么屋 这个就是去年吧 我这个床应该在那个地方 他女儿有个女儿吧 他在这个屋住 他两个屋子吧 在康长住 哦 这女儿 这些空调都好用 他在这儿屋住 哦 这个床啊 我给你这个晒的屋子吧 被窗到我边里边了 有个晒坏了 哦 我这个床以前在这个地方的 就是他来的以后 他女儿啊住这屋 嗯 他两口子吧 在住这屋 嗯 就在这儿 这是个客厅哦 就算是 这是一个卧室 这是卧室 对 这方有暖气吗 暖气就小 它可以 这一烧火炉 这一小 嗯 啊 消霉的 我这边太阳冷的都有 哦 后边太阳 后边上屋子吧 太阳冷 反正能改动一点 这后面是什么 是 也是个屋子 也是个屋 就杂物尖吧 应该是 对 对 杂物尖 其实是 你用不着 就放过上 放过去 嗯 他去年怎么院子没收拾啊 他等着坐船了 老老王 我不跟他了 院子你自己收拾 我是喜欢船 我也不住 嗯 我这个地方我都不来住 我几十年都不过了 哦 我想问问这个院子这边是啥意思 这边 这边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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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养了几个鸡 哦 以前是鸡笼子有没有 哦 我对 这人养的鸡 那是个厕所 哦 那个矮盆过去是厕所 那 那 那 厕所 哦 是汉厕吗 还是个 汉厕 汉厕啊 他农村都是汉厕 哦 那这房你是怎么租呢 我就是问你们呢 我一般的就是一年年插隔楼 啊 啊 一年也插 像这种房一下租三十年 像这样价格是多少 三十年 嗯 能住 你能住这么多年吗 嗯 是啊 就是我们要签肯定我住不住你 不管我 但是我要签这么长时间 我给钱也是 尽可能的十年或者二十年给你一次 那让我给你便宜 我给你我这个房子一年人租是三十块一年 啊 你这个我可以可以便宜到两千多块钱 两千五六两三六十都行 啊 那你你你你就是吧 餐年有多吧 上面可能有的地方多少漏的雨 我可以给你被下面传换掉 啊 被上面打我啊 给你传换掉 就是我如果是这个你都不管了 我自己修膳 然后你是多少钱 那那一千五能不能租 你自己是修膳啊 我可以两千五千就可以给你 一千五 一千五不能免 啊 一千五确实不能免 一千五就我就觉得这房子其实挺破的 就是要收的话得花不少钱 你不信你看吧 你在我们这个地方哈 你不管就这个方子没有没有为主的 我这个商商商业我这个方子吧 在这个城都是一楼的方子 嗯嗯 不过为什么我在那边开厂子吧 我就搬厂子 你我跟你说你住20年也好 你住10年你住咋这么久啊 10年以上我给你两千两千两千块钱 嗯 有个那还不好的时候 你第一次出现一下 嗯嗯 好行 我觉得价格有点贵了 啊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这不是一个人弄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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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